好,为了保护海岸生物多样性 华丽县政府根据海岸管理法将划设美轮溪二级海岸的保护区 范围是美轮溪下游段 从中正桥开始 依序沿着美轮溪经过江军府、金华桥、中山桥、树光桥 到出海口沙滩后往南到北滨公园为止 那么在地的议员许子方乐见环境保护的作为 但是应该要先让当地的民众了解棲地的保护 以及后续的环境教育减少民众的误解 去年在华丽县政府农业处进行台湾胡福棲地环境发表后 也引起社会大众的了解及关心 对于台湾胡福的棲地保护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近日县政府也将公告划设美轮溪二级海岸保护区 作为保护台湾胡福、鹿蟹等动物的棲地环境 近日将召开第二次公厅会 若没有问题县政府依法公告实施 然后这个二级保护区设地下去的话 那会不会去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设施上面如果有损坏的话 要修护的部分会不会去影响到 今天我假如去问任何一个花莲市居民的话 他们可能对浮湖的部分还有这个路线的部分 可能都还有一些存疑 议员许子方表示相当赞成 环境保护的作为让物种有生存的空间 虽然达到了保护的作用 但也希望规划单位能够做长期规划 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教育的目的 生态保护区划定以后 也对这些附近的学校 有让学生们可以 学童们可以更了解 然后也进一步的教导他 教导孩子们怎么去了解这个生态环境 然后让孩子们也可以带回家 让家长们也可以了解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